朋友们大家好 看我身后这里 这是 一个柴棚 刚刚经过这里的时候听到有 奇怪的声响 奇怪的叫声 我们看一下到底是啥 这地方好像 你发现有啥东西了 一直对 对到这里看 哎 哇 这啥情况 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看着镜毛也想过来看 这镜毛其实也蛮想看的 这算看一下 你 看你养这么肥干嘛 我做了不活动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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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这样 太疼了 两头猪也没有像你这样肥的 朋友们 这个 太不可思议了 太意外了 这个 鸡毛还是很好奇 估计是刚刚没看清楚 上街来 这样子 看一下 看到没有 现在看到了吧 看到了 可以 看到了 看到就好 一窝猫仔 猫很小了 这是泥花猫 暴文的 这个也是 暴文的 这只 这两只和我家 母猫差不多啊 然后这 这两种是有花色的 黑白的 四只 刚出生的猫咪是没有睁眼睛的 不像我家母羊刚生出来的小羊眼睛都睁开了还能 站起来 母猫应该是出去找东西吃了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 条件不是很好 全部是草堆 我得给它 稍微升级一下 大家看这个 猫窝的底部啊 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很薄的 这个猫咪在用点力 直接就破掉了 所以 给下面 垫些东西是 很有必要的 妈妈回来了 看看这个桌垫啊 看这个桌垫啊 这个桌垫还蛮不错的 很软的 刚好 哇 来来来 等一下进去 等一下进去 大家看一下 这是金毛干的好事啊 直接一个 脚印子 这是全部湿透的 等下铺子人搞这一面了 你眼睛瞎了 这不是自己的宝宝啊 都没看到吗 这不是自己的宝宝啊 就是个宝宝啊 嗯 这睡得太安逸了吧 这个猫窝已经弄好了 差不多了 我看猫咪那样子还是挺满意的 说实话我还是非常好奇 我家那个羊仔 现在离他 讲出来应该有个33天了 到底有多重呢 我们拿身称一下 这只比较听话 来 过来 这只比较听话 7.9公斤 7.9公斤 别动 这只好像轻一些 7.2公斤 7.4斤半 还有一个16斤 那个重了1斤多 把羊赶出去吃草 吃草去去 别动 哈 哈哈 哈哈 哈 哈哈哈 呀 呃 为了打驾了 你 呀 你 你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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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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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